大家好 现在过来竹林里挖竹边笋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是竹子竹边生长最旺盛的时候 这个竹边笋它什么时候都有 只是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找一点 竹边笋它也叫做马边笋 它就是竹子竹边生长最顶端的部分 这种竹边笋它是所有竹笋里面最好吃的 不管是煲汤还是青草都特别美味 不知道里面吃过了没有 现在我就准备挖结合回去家里做菜吃 挖竹边笋其实和挖冬笋是差不多 也就是找那种裂纹和土包 但是要比挖冬笋要难一点 因为竹边笋它没有很多 你看这里就有一颗被野猪吃掉了 你看这里有一个裂纹 这里应该就是竹边笋 你看可是这种竹边笋已经出土了 这种竹边笋就不好吃了 你看这里应该有一颗吧 你看这种竹边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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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鲜韵 特别鲜甜 很美味的 有的人说挖竹边笋会印象竹子的生长 其实没有的 因为竹子它有很多条竹边 你只是把竹子竹边最顶端的部分把它切断了 竹边仍然会生长 而且这样更利于竹子养分的形成 更加利于竹顺和春顺的生长 竹季军 竹耳捏竹 竹竹 。 好了 差不多够吃了 回去